看看新闻网 张导 你确定这次邀请的 不是黄晓明 钟翰良 孙力 或者是其他大牌吗 没钱吧 很简单的 现在这个大腕都那么贵 什么 堂堂的张继中导演 竟然哭穷了 这部侠客行 可是金庸的又一经典作品 就凭张继中在圈中的威望 邀请一众大牌参演 还不是振蔽一呼的事情呀 据张继中透露 这部侠客行的预算是每集200万 也就是说 如果聘请一位身价50万的一线大牌 就会大量压缩其他演员的片酬 还会导致后期制作费用严重缩水 看来在张导夫风光光的背后 也有说不出的苦楚啊 而作为金庸作品的拥顿 张继中对于正的翻拍 也持有不小的意见 在2013版《笑傲江湖》中 于正不仅把东方不败的性别 做了颠覆性的修改 还让他和令狐冲谈起了恋爱 说到这些 张继中就气不打一处来 谁叫余中 你跟我说他没什么意思 娱乐新天地 张继中的造型依旧如此犀利 这将采访吧